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自座深山里 界十八度 天啊 我光是看就覺得 是真的要對 繩子還有對這個自然 非常的有信任感 才有辦法把自己全身心靈 都交付在這個繩索上 好晃 好晃 為什麼這麼晃 有人在晃我嗎 好晃 我在叫好像黏住了 我沒有辦法 我的天 可惡覺得還有醬料包 對 等一下我疊下去什麼都沒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莎莉絲 今天十八度 動志叫我來自這個深山當特派員 因為聽說呢 在這座深山裡面 有個非常非常特別的運動 我待會兒看看什麼運動這麼特別 需要來這座深山里 大家往那邊看 好扯喔 哈囉 哈囉 歡迎走山大師 Watson 哈囉妳好妳好 哇我剛剛從那邊看超級刺激耶 我第一次在這麼這麼高的地方 看到現場走山 感覺很容易摔下來耶 對啊 經常摔 所以你都是從摔下來開始練習 對一開始除了基礎動作之外 再來就是要摔習慣 不過我很好奇 那你們一開始就已經是挑戰 這麼高度的走繩嗎 一開始基本上就是從公園開始 然後有基礎繩 那比較低大概膝蓋的高度 然後大家都可以練習這樣 那聽起來膝蓋的高度比較小兒科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試試看 但我看到這邊我只有看到高點 沒有看到基礎繩 那我們現在就來架設吧 可以直接架是不是 對 耶 那我們就可以架設基礎繩囉 Watson 那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做呢 好我們先選擇適當的固定點 對 今天我們就是我們的樹木 然後接著拿出我們的扁袋 出木包圖 然後再來就是吉倫 就是把我們扁袋收緊的器材 基本上就是三樣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先把樹木包圖放上去 好的 把我們的樹包起來 對 好好的保護它 喔 也是用環繞的方式 不過Watson 我很好奇啊 聽說 因為你這樣看起來好像兩棵樹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自作深山裡 第18度 我們今天來這裡 主要是這邊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場域 對 這邊是台北唯一我們可以做 高度訓練的場地 那是不是平常你都會在這邊練走神 還是其他地方也可以練走 平常的話 可以在公園裡面走 也可以在海上走 或是在峽谷裡面 我比較常在峽谷裡面 峽谷就是可能跨距大概距離100公尺 然後高度可能有10層樓高 可是這樣的話如果要以運動來歸類的話 走神會怎麼歸類啊 裡面基本上只有三項 第一項就是freestyle 也就是大家所知的花式 然後上面會比很多翻滾旋轉的動作 所以其實走神也是有比賽在進行的 對 然後在第二項就是速度賽 然後最後一項就是架繩 我們會出不同的場域的架繩難題 給參與者 然後他們必須要去解 沒想到連架繩子也可以是比賽的一環 對 它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比賽 哇 那我要趕快好好學 也許有朝一日我可以轉行 那所以你有在最高 你大概在多高的地方走神過啊 二三十層樓應該有 你不怕嗎 所以你是沒有去高正的人 我其實有 你有 怎麼可能 我相信整個系統 我相信我自己是安全的 所以我理性上的說服我自己 一定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有一點對你不緊張 我們把它順好了之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急輪 急輪中間有一個極限器 把它穿過去就行了 我們要把它收緊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這個扁帶 越來越緊 好 我這樣看我完全無法想像 到底要怎麼樣可以走在這個繩子上面 最後這個很重要 對 我們身為一部分要做一個確保 基本很重 所以我們要確保它不會飛出去打人 好的 這邊打個圈結 好 那我們準備就來示範了 好的 耶 那我們現在走繩的系統已經架好了 就要麻煩Watson來幫我們做示範囉 好 沒問題 那我要上去囉 好 欸 這感覺平衡感要超好耶 對啊 是不是有點像在走剛剛說 有點類似 只是我們不拿那個平衡感 都是用自身的力量去做平衡 那這樣聽起來 腹部核心要咬緊 才能保持平衡嗎 沒錯 所以它會運用到你全身的肌肉 在走繩上面 第一個會你會覺得非常吃力的 大概過十分鐘之後是肩膀 因為我們為了保持自己的平衡 所以我們手是要打開的 對 然後會嘗試 把所有的全身的肌肉都運用上 不過Watson你看我們今天竟然都來到這邊了 特派倫怎麼可能輕易的放過你呢 我們還是有準備一些小小的挑戰要給你啦 有沒有信心 有 一定有 好好好 那我們就進入挑戰環節了 那我們第一個任務呢 就是拋接球 Watson會走在我們的繩索上面 那我就會把球丟給Watson Watson要接住再把它丟回來給我 Watson之前有做過這種挑戰嗎 還沒有 好啦 那我們就可以 可以往繩子上面走了 好 那如果等一下丟到下面怎麼辦 等一下就起來了 好喔 錢真難賺 今天18度呢 天啊 我光是看就覺得 是真的要對繩子還有對這個自然 非常的有信任感 才有辦法把自己全身心靈都交付在這個繩索上 好厲害 看幾百次都覺得很猛耶 我發現掉下去的那一刻 是Watson今天笑的最燦爛的一刻耶 怎麼會 Watson要好好接喔 接不到等一下 讓你撿 可以耶 可以 哇 最後一顆 最後一顆 耶 YES Watson剛剛那個拋肌手對你來說 是不是有點太簡單了 好你只能說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有更難的 來你不可以看你手伸進來摸一下 這跟待會的任務有點關係 是一個盒子 對一個盒子 觸膠盒 感覺像Seven的 Watson吃飯了嗎 不太餓 不太餓 那我不管你 你也只能餓 因為待會呢 我們在場上 你要在走繩上面吃涼麵 來 你有在繩子上面吃過東西嗎 沒有 好來那可以張家 你可以開始準備了 好 我這邊心肺樂禍耶 真的滿傻眼的 好 那有要規定他要吃完整晚 才可以回來嗎 會不會太飽了 耶 出發囉 人家常常一個走繩大師 我們叫人家在那邊吃涼麵 可以吃麵麵囉 為什麼我覺得很荒謬 有很享受 而且 核心要一直用力 哈哈 到底要怎麼一邊核心 用力一邊吃東西 消化會不良 可惡覺得還有醬料包 哈哈哈哈 對 等一下我疊下去什麼都沒了 哈哈 哈哈 我也很想幫你淋醬料 但是我辦不到 在高空上也是堅持要吃好吃的涼麵 不能吃不好吃的 怎麼樣 在上面吃又比較好吃嗎 哇 很美對不對 風景很好 風景很好 消化不好 腳底冒汗 明明是叫你吃涼麵 吃得這麼緊張 這樣算挑戰成功了吧 算 挑戰成功 yes 你們都以為我要走回去對不對 好累 很聰明耶 恭喜瓦森完成我們今天冬至兩個非常荒謬的挑戰 恭喜瓦森完成我們今天冬至兩個非常荒謬的挑戰 有什麼感覺 好吃嗎 好吃但是不容易吃 剛剛突然上去就發現 他還要可以醬料包 好 原本想說你會放棄自己吃麵 沒有 我人生沒有放棄自己吃麵 沒有我人生沒有放棄自己吃麵 那今天真的非常恭喜瓦森完成我們的任務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還有你 我什麼 你也要挑戰 我也要挑戰 你也要走一下吧 有這一把 你都來了 那還是我吃幾口我會變厲害 正好 好那我現在要怎麼辦 會往前滑耶 對它會滑動 那你不用抓那個環 你就抓那個繩子就好了 好你可以往前走了 我的腳好像黏住了 我沒有辦法 我的天 左腳跨過右腳 對 好晃好晃 為什麼這麼晃 有人在晃我嗎 好晃 有辦法走得很優雅嗎 做個深呼吸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原神為什麼會一直往前 你剛剛到底怎麼有辦法 在上面切兩面 還可以接球 看一隻 有 你快回來了 我可以回來了 看過我 快走一下到底 我只能一隻手飛 我是斷了B的老鷹 哇這18度的天 我上去走一走 我都不冷了 我現在顫抖不是因為我冷 是因為我覺得好害怕 真的自己一上去 一走之後就 超級佩服瓦森 謝謝 走神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真的走的話 你才會知道做什麼 不容易 而且真的自己實際走一下 會發現這個運動 會非常需要 極高的專注度 那我也很好奇 瓦森之後 晉級會有什麼比賽啊 或者是公開表演嗎 嗯 我們還是會維持我們的步調 每個月會有一次的台北走神聚會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可以來玩 所以其實大家只要持續關注瓦森 還有走神協會 就可以發現更多關於走神的小知識 走神的表演 甚至如果大家看了今天這一集 對於走神覺得 欸好像想要挑戰一下 有一點興趣也可以加入我們 每一個月台北的走神聚會對不對 那其實也非常期待 這項運動可以被越來越多人看見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多多推廣 多多了解之後 我相信走神有一天呢 也許也可以像我們可能 羽球足球一樣成為國民運動 我也希望如此 對 那今天就謝謝瓦森啊 謝謝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瓦森 吳冠瑋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動志的頻道喔